今天是2020年2月13日早上9点半 下着小雪 气温零下十几度 不论春夏秋冬 还是刮风下雨 都阻挡不了我们 出去遛我们的爱犬 他叫Lucky 养了整四年 相当于七十岁 他不但给我们带来的欢乐 还让我们坚持了十年的锻炼 我们家附近有所小学 一般九点到九点半送孩子上学 我们尽量避开这段时间出来 这就是我们家附近的那座小学 Kitsvoy小学 特别在中国武汉发生新冠肺炎疫情后 虽然加拿大不严重 但大家都有防范意识 尽量不去人多的地方 现在在我们家主要关注国内疫情报道 所有海外花人都是身在异乡 新系国内亲人陪同学 四九见人性 大难见真情 友好国家及国际友人 无私捐助 路边的玻璃房是等公交车用的 全国齐心协力 一定能战胜疫情 这次特别是山东人民表现突出 作为一个山东人感到无比自豪 大难过后必有大福 一个更加繁荣 更加美好的社会 呈现在世人面前 加拿大建居民房时 一片小区会留一片森林 保持环境优化 空气清新 中国少有这种条件 我们早晚都会来着这片树林遛狗 我们房后也有小树林 比这小 到了树林 我就会把狗放开 因为我看到本地人也放开了 如果看到对面来人会有五六狗的 就先把它双上 以防万一 在加拿大设有专门狗公园 允许放开 让他们尽情地玩 林子看到的倒下来的树木 都是要自然烂掉 太可惜了 今年可能是我们在加拿大 过的最后一个冬天 如果计划不变 六月份就实现我们的梦想 房车世界一 这么大的树也聚了 就烂在这个地方 因为它聚了 根据这个树 是边界牧羊群给德国黑贝杂交的 挺聪明的 很温顺 这是居民区的一些后面 两边都是居民区的后院 树林里除了松鼠 还有些兔子 一些鸟类 没有其他的动物 我们马上就要走出这片树林了 大概在树林里能行走 15分钟左右 下雪圈走得慢一点 要平时没有雪的话路好走 10分钟就差不多 这后我们就走出这个小树林了 这居民去一下后院 这里有一个小水塘 下雨积水的地方 上面写着 不允许游泳 不允许钓鱼 不允许滑冰 滑雪